美方此举不是堂堂正正的大国所为 当然美方滥用国家力量 以仗技术优势 对盟国经济胁迫 以维持自身霸权私利 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美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 政治化工具化 意识形态化 对别国搞技术封锁 技术脱钩 其用心人尽皆知 企图堵别人的路 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 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从自身长远利益和国际社会 根本利益出发 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判断 优优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判断 优优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判断 优优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判断